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1年12月以来新高 并高于上月级预期的8.3%涨幅 CPI环比增长1% 显著高于预期的0.7%和上月的0.3% 最糟糕的是 美国5月实际平均时薪同比下降了3.0% 意味着物价上涨连续第14个月超过了工资涨幅 CPI数据浇灭了美国通胀见顶的希望 三大美股指数低开低走 最终 三大指数连续三日集体收跌 连续两日创5月18日以来最大收盘跌幅 纳指继续领跌 收跌3.52% 标普收跌2.91% 跌幅2.73% 纽约时报指出这份通胀报告相当难看 无论是政府官员 经济学家还是投资者 此前都曾预计美国通胀会有所缓和 但5月的数据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物价再度加速上涨 这一局面也加大了美联储继续大幅加息的压力 更为糟糕的是 这一数据就此打消了 美国通胀已然见顶的判断 随着今年年底的中期选举临近 这还给拜登政府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 最大的国内政策漏洞 火上浇油了一把 油价 物价 房价其飙升 美国普通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事实上 美国政府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 正是酿成当前苦果的根本原因 通胀冲击之下 美政府再次面临信任危机 分析人士指出 目前仍看不到 美国通胀形势有任何好转迹象 外界对美国经济正在接近衰退的担忧加剧 在物价普遍上涨的大环境下 美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已受到严重影响 彭博社发文指出 通货膨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打击着美国家庭 高通胀迫使美国人改变生活习惯 最新民调数据显示 超过70%的美国人已推迟购物计划 并削减娱乐和餐馆就餐等开支 部分受访者表示为应对通胀 他们开始从事第二份工作或延长工作时间 随着日常开支的增加 越来越多美国家庭感到压力山大 59岁的杰克逊说 家里5月份的水电费高达234美元 远高于通常的100美元 面对高昂的账单 他不得不减少购买海鲜和瘦肉 削减汽车保险 甚至取消和丈夫去迪士尼游玩的计划 以降低生活成本 许多以前常做的事现在做不了了 6月8日 美国一个消费者维权网站公布了一段视频 细数隐形涨价的产品 揭露消费者面临的缩水式通胀 在视频中 这个消费者维权网站的创始人 将众多变相涨价的商品摆在面前 为消费者进行对比 他介绍说 一盒疏解纸巾几个月前还是65张 现在已经变成60张 一卷柔软天使的厕纸以前是425张 现在缩水到320张 爱荷美的一款清洁用品净重减少了10% 德沃斯基表示 这种被称为缩水式通胀的现象 正在众多生产商之间大行其道 美国人口普查局 在4月底至5月初 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 大约31%的美国家庭支付日常开销 有困难或非常困难 而去年同期这一比例为25% 调查还发现 9%的美国家庭有时或经常吃不饱 一年前这一比例为7% 对于那些将更多收入 花在必需品上的低收入群体来说 面临的挑战尤其 面临 面临的挑战尤其严峻 根据美国国家能源协助协会的数据 汽油和电费如今占到 美国低收入群体 每月预算的34%左右 高于去年的3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事实上 美国决策者对通胀形势 事先预判不足 适中应对失策 早已为经济衰退 埋下隐患 美国前财长萨莫斯去年曾警告 美国正遭受40年来最不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之苦 直到不久前的5月31日 美国现任财长耶伦终于承认 他在2021年预测通货膨胀率上升 不会构成持续麻烦时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耶伦表示他对通货膨胀走势的判断是错误的 没有完全感知当时的情况 而且一些意料之外的冲击 使情况更加恶化 6月7日 耶伦在出席参议院的听证会时再次承认 自己去年对美国通胀的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当前美国的通胀数据已经达到了不可接受的水平 耶伦还预计 未来美国通胀仍将继续维持在高位 6月8日 耶伦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又警告称 美国可能面临长时间的高通胀 白宫可能会上调美国通胀预测 耶伦证实最近几个月 美国消费价格通胀率一直在8%以上 他说 对今年平均通胀率的最新预期还没有最终确定 但可能高于最初预测的4.7% 除了警告高关税 耶伦还讨论了拜登政府有关削减对华关税的问题 耶伦这样警告说 我认为一些关税最终支付关税的是美国人 这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 当下拜登政府分为了两派 其中财政部长耶伦为首的一部分内阁官员 支持削减对华关税 而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为首的一派 则反对拜登政府轻易降低对华关税 面对通胀数据一路飙升 以及政府官员隔靴挠痒的表态 美国学者和专家们木火中烧 美国地缘政治分析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怒斥 美国政府无法再撒谎了 不断上涨的物价让美国民众陷入困境 为什么美政府无法解决问题呢 仅仅六个月前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还断言 通货膨胀是短期症状 不是长期问题 美国人请为接下来的经济衰退 做好准备吧 尽管美国政府一直试图将通胀 归咎疫情造成的生活成本飙升 经济中断 以及普京 但事实上 美国政府一系列不负责任的经济 外交政策才是通胀高企的根本原因 CNN在10日的报道中写道 拜登尝试承认美国民众所感受到的痛苦 试图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给出解释 并将责任归咎于其他人 美国总统历史学家布林克利指出 拜登提出的规模近2万亿美元的 社会支出法案和重建更好未来法案 在参议院受阻 加深了公众对他无法解决危机的印象 面对不断飙升的通胀数据 截至目前拜登政府尚未拿出 行之有效的措施 通胀之火持续燃烧 悲观情绪也在蔓延 华尔街日报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美国民众对该国经济状况的不满程度 创数年来新高 此外 这种悲观情绪还蔓延至对美国政治体制 对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角色 和对美国是否有能力帮助民众实现美国梦的怀疑 8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状况糟糕或不太好 35%的受访者对自身的财务状况不满意 此外 华盛顿邮报9日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 美国66%的受访者预计 明年通货膨胀形势将继续恶化 12%的人认为通胀形势会保持不变 仅有21%的人认为通胀形势会好转 6月10日 拜登在洛杉矶港就国内经济问题对码头工人发表讲话 他为自己任期内的经济表现辩护 并把美国当前的高通胀问题部分归咎于石油巨头 拜登指责艾克森美孚及其他石油公司 利用今年的高油价赚了一大笔钱 他说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大家艾克森美孚今年的利润是多少 艾克森美孚今年赚的钱比上帝还要多 彭博社称 艾克森美孚公司今年的利润预计将翻一翻 达到430亿美元 这将是该公司自有记录以来第二好的盈利表现 与此同时 美国民众正在为这些利润买单 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 美国普通汽油平均价格涨至8.83元每升 拜登在讲话中呼吁国会通过税制改革 向美国富人及大企业争更多的税 以缓解通胀压力 他称 高通胀对美国家庭来说是一个挑战 普遍的物价上涨已经对美国造成了打击 5月份的物价上涨有一半原因 是由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造成的 接着 拜登指责美国石油巨头明明赚了那么多钱 却不继续开采缓解能源压力 他称 美国政府已经发放了9000多个钻碳许可证 但是这些石油公司没有钻碳 为什么他们不钻碳 原因是他们不钻井可以挣到更多的钱 如今油价正在大幅上涨 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正在大量回购自家的股票 不愿进行新的投资 艾克森美孚开始投资 开始纳税 谢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